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没有那个天赋 扭起来像个熊一样 像个维尼熊一样 维尼熊有光像 做不了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还是一个对比 品牌是塔吉玛 对 我们做对比的也是一个比较新手 像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的论点就是到底这个蜂木的纸板和玫瑰木的纸板 对一把琴的音色影响有多少 这两把琴的这个音色的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所以我们挑选了一把相对价格比较低端一些的 有很多新手都会碰到问题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很好的设备 他还没有一些大佬能随着的提问 然后大佬也不一定回你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回复你 两把琴就是其他地方的配置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这个琴桥实行器以外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是琴桥实行器 我们就试一下前面这两档 其实区别已经挺明显了 说实话的 很巧啊 他都是L的 然后都是两点式的琴桥 然后这个Settle也是复古式的 对 复古式的 如果你要说一定要说其他的话 可能就是颜色不一样 颜色可能也会影响这个音质 为什么呢 这样是很有学问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单色的油漆只涂一层 但是那样子的日落色的油漆 现在他这个是三色见面的 要涂三层油漆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 这有点悬了 但是主体我们相信这两个都一样 包括连这个前面这个钮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唯一区别就是这个纸板的配置不一样 一个是经典的蜂木 一个是经典的玫瑰木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蜂木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蜂木 好 我们先去分 blast 现在我们先帮你通过的一种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蜂木 好 我们先帮你 好 我们三个月 好 我们先去分立了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蜂木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蜂木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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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木呢可能会中间会鼓一点 旁边会稍微的相对它中间会扁一点 那么风木呢应该声音是比较直的 它的这个不能说它的声音比较亮 应该说它声音比较的Q弹 它的音头会比较直接 音头一点沙沙沙的 对会更有弹性一点 讲道理的话玫瑰木应该会比风木硬一些 但是出来的音色不是说这东西越硬 就越亮的 玫瑰木有它自己的特点 但是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玫瑰木很硬 所以它对整体的这个传导 还是很不错 就整体的这个琴 从你的情景传导到 你这个琴体还是很迅速的 所以说导致它的这个暖 不是一倍的暖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玫瑰木的琴的音头 也是非常非常的足的 但是没有它来的这么Q弹 那么有弹性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你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呢 或者说琴对你的反馈 还有音色上 我到反听讲上 我感觉好像玫瑰木的更加的亮 更加的尖 没这么说 它们的通透度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不好说是哪一个频段比较亮 我们可能看那些 录音那个频谱可以看出来 但听讲上来说 实际上我本来会以为 峰木的会更亮一点 你听讲上 但是弹起来好像这只 尖的那个地方 好像更刺一点 打开了四针过载以后 这可能会更透一点 更加靠前一点 但它那个峰木的特点 它是没有的 就是那个 不管是用手拨 还是用拨片拨 都感觉更加的直接一些 那个音色来的 感觉就 怎么说 我觉得是更加复古的音色 更加清亮一点 峰木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用一下 试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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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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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如何呢 跟我想的一样这个比较透一点 是吧 那蜂木呢 蜂木它对我的那个力度反馈就没那么强 我不知道是这个使音器的反馈 还是来自那个玫瑰木的反馈 这个事情不太说得清楚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大师啊 都是用这个蜂木的 比如说Body Gun 比如说Eric Clapton 都是用蜂木很著名的一些乐手 你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那么用玫瑰木质版的 比如说Jimmy啊 然后SRV啊 然后John May啊 他们也用过蜂木了 当然也用过蜂木了 他们的那些比如说标准群 比如说Lanny 对吧 比如说Gravity 比如这些都是用他们的玫瑰木坛 所以大家可以去靠下那个音色 那这两支琴大概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的 希望能 对大家有个参考的作用 特别是买这个品牌型或者买同一个价位的 请的朋友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两支都是两千多块钱 嗯 对 然后如果这个价位选的单单双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的实用一点 对 对没错 因为你那时候还不确定自己的风格 也不确定自己想要谈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想谈江妹啊 那老师让你谈Bian的话 那下面这档就可以谈Bian 上面这档就可以谈江妹 这不农老师演示一下怎么谈不一样 哈哈哈哈 不不不谈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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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 对那就是这样子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的这个引力播测评评 好了拜拜 晚安 下期节目见